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节腔里面都有关节液 除了关节液以外呢 还有一些气体 所以他呢 在按这个手的时候呢 是这个关节腔里面的 气体和液体发生碰撞 所出现的弹响 明白了吗 弹琴的弹啊 响亮的响 而且呢 他在按这个一次之后 第二次按他就不响了 那么过一段时间 他又有产生这个气体 他就又响 他按完之后呢 非常的舒服 就不要去要求他 也不用去担心和害怕 但是有些学生啊 这些年轻的宝宝 在按完之后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有点疼 但是呢 一会儿就 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这就没有事 如果说你按的力量太大 之后呢 疼痛或者肿胀了 那就出现问题了 就可能会出现炎症 那么也有朋友就问了 说是有没有那个 这个就出现骨刺了 手指就变粗了 其实呢 如果是长了骨刺 就是骨质增生了 而且呢 那个手指都变粗了 这个呢 也不用去担心 那是关节的自我修复 我们所说的骨刺 骨质增生 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骨质磨损了 软骨磨损之后 一些新的骨质来填充 这些就没有必要害怕 它是一种修复过程 是因为我们的关节呢 它松弛了 你如果不修复的话 那你的关节就不稳定了 其实是一种自我修复的现状 那么对于我们孩子也好 或者年长的人也好 如果平时也有去压这个关节 压个啪啪响的习惯 你已经知道 这是一种习惯 而且你压了之后 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你就不用去担心 不会导致关节炎 但是呢 也要注意的一点 我们这个手呢 千万不要长期泡在冷水里面 如果长期泡在冷水里出来之后 你感觉到别长 然后你一按啪啪响之后 你的手呢又出现了问题了 然后肿啊 胀啊 或者是疼痛啊 然后不能缓解 这可能就是出现了关节炎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注意的是 不要在长期呢 在潮湿的环境中去呆 那也不利于我们整个的 机体的血运 不单纯是关节的血运 如果能注意到这些 你关节你去 不管它是怎么啪啪响 只要不是你长期的 去过力的去按它 不会导致出现红肿热痛 不会出现不舒服的感觉 就不会影响你的关节健康 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 能够替我们的宝宝 做一个正确的指导 如果说你不按这个手的话 它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就不要没事去按它 这样子呢 利于我们宝宝在成长过程当中 注意力的集中 也不要把注意力 全部分散到那个地方 同时呢 在维护手健康的过程当中呢 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 和自己手指的关节 如果长期的在冷水 或者在冷的环境中 潮湿的环境中 去刺激打 就会导致风寒湿 风寒湿三者都聚集在一起 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叫风寒湿三者 合而为之 臂 臂就是也讲的是 有风湿呀 有风寒呀 这些臂就比较难治了 所以呢 别看一个小小的关节 其实呢 它呢 也是非常严密的一个循环系统 我们还是要爱护它的 好 谢谢大家